提起美国相信大家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 就是一个经济实力雄厚 军事力量强横 科学技术超前的国家 它也是目前为止国际公认的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作为沿海国家 海上作战单位的实力最为强大 这时又有人问了 难道如此强势的美国海军真的就无人能敌了吗 那对于美国海军真的威胁是什么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真正的威胁不是俄罗斯也不是核弹 而是船体生锈锈化的问题 众所周知 钢铁这种物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氧化 加上长时间遭受海水的侵蚀发生锈化 铁锈作为平常钢铁设备上常见的化学反应 一部分的出现并不足为奇 美国拥有居多的军舰 平时的维护也经常把铁锈的出现视而不见 锈这种东西不仅影响美观 还无法根除 若再不进行完善保养 严重的话还会腐蚀船体构造 而且锈化严重的钢铁 硬度只有普通钢铁的三分之一 据分析 现如今美国海军拥有着现役飞机3700余架 军舰294艘 其中包含70艘驱逐舰 9艘水陆两栖攻击舰 22艘巡航舰 74艘潜艇 3艘滨海战斗舰 23艘巡洋舰 11艘现役航空母舰 其中10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一艘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两艘还正在建设当中 美国海军现役和被服役的军人 高达50万余人 美国海军还有着共计 242个海军军事基地 其中诺福克海军基地 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 它的战地面积达到了 惊人的4631英亩 其中包含14座码头 11个机库 可以放下75艘舰艇和134架各型号飞机 诺福克海军基地 还驻扎着第4第6第8航母大队 还是艾森豪威尔号 罗斯福号 杜肯号 杜鲁门号和布什号 这5艘核动力航母的母港 美国海军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 吨位最高 装备最先进 总体实力超过其他国家 当之无愧是世界上最强的海军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 通为沿海国家的日本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 海上军事力量也极为关键 日本近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现役军舰有160艘 驱逐舰有40艘 54艘护卫舰 16艘潜艇 29艘水雷舰 6艘巡逻船 30艘辅助舰 其中航母4艘 虽然只有美国军舰数量的一半 但在2010年前 是全亚洲最强的海上军队 目前世界上共有21艘现役航母 总排水量157万吨 美国就占了其中七成的排水量 一艘航母的造价就高达几十亿美金 一艘航母的出行 还需要搭配一个航母战斗群 这也再次强调了 美国不仅仅是经济实力领先世界 也体现出了美国军事力量 先拔头筹的实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世界上有海的地方 就有美国的军舰 美国拥有这么多军舰 那每一艘战舰和航母 寿命是多久呢 这就要取决于 当初该军舰或航母的设计寿命了 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主力舰 我们在这里把它统称为驱护舰 一艘驱护舰的服役年限为三十年 航母一般为半个世纪 也就是五十年 但驱护舰的使用年限 可能会大于初期设计服役期限的三十年 大概是由于部分原因 导致原来的服役计划 不得已得到推迟 军舰和家用车一样 并且都有一个使用周期 每年都需要进行保养 且再一次对其进行适当的升级 而且军舰生锈的问题 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这说明美国对军舰维护 有着管理疏忽大意的问题 在军舰维护 除锈是个很麻烦的事 先要将生锈的部位的铁锈收拾干净 再对其涂抹上护理液 最后将其补漆 而美国海军修护的过程 无非就是在船体上 抹一层或多层的防锈液 原本被锈时的船体 也还是依旧保存 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 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再次被铁锈腐蚀 美国在处理大量船舰生锈的问题上 每年少说也要50到80亿美元 所谓有得必有失 在每一次修护保养的同时 所用到的消费价格 一年比一年高 2022年竟高达7700亿 比2021年增加了30亿 对此美国海军也意识到了 船体腐蚀带来的严重性 还以本福德号成立了一个 专职维护小组 来应对舰艇生锈的问题 众所周知 苏联解体以后分为了许多个国家 俄罗斯作为受益最大的继承者 自然得到了许多军事武器及装备 其中就包括航空母舰 以及各别种类的军舰 在前段时间 也因为不去重视船舰生锈的问题 损失了许多 但俄罗斯却并没有把这些军舰 以及航母好好的利用 而是停在了港口 任其风吹雨打 终而复始 船体表面出现了严重的锈化 俄罗斯也没有将这些绣化的船舰进行拆卸链体 因为考虑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而是进行了储存 并声称要将其作为一支影子部队 在必要时再将其利用 前苏联作为一个用实力说话的工业大国 得利最多的俄罗斯 如今却靠售卖国有资产进行经济维持 向美国售卖的石油的价格 竟然还不是自己说的算 而是由美国来定 美国心情好了 把石油的价格提高一些 俄国人还能多赚一些 心情不好的时候 把价格一压 俄国也是恨铁不成钢 整体经济直线下滑 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危机 虽然现在没多大实际上的问题 但在未来三年或五年的时间里 再不做出改变的话 结果可想而知 毕竟困难不会落到早有准备的人身上 俄罗斯如今的状态虽大不如从前 但可以靠着对核武力量的研究 在国际上起到不小的威慑作用 聊到国家效率 现如今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在许多方面上都遥遥领先 不管是美国的军事方面 还是政治方面 许多人都能谈天说地的说上一嘴 可却没多少人去关注美国的造船行业 现如今美国最有实力的造船厂 可以实现同时建造26艘核潜艇 美国在建造核潜艇的方面上 确实让人不得不佩服三分 可如今美国生产军舰的效率上 一落千丈 远远不如二战时期 二战时期的美国共建造150余艘航空母舰 其中大型航母25艘 航母的建造是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也就是说 这150余艘航母是在6年之内建造而成 平均每年建造30多艘 每13天就可以下海一辆航母 除了航母 美国造船厂还在二战中制造了许多驱护舰 当时的美国还举办了一项自由轮计划 他们打算用最快的时间制造一条低成本的千吨疾舱船 在这项计划中 美国建造最快的一艘自由轮 从龙骨铺设到海市 仅仅用了4天多 让世人皆知 所以二战时期 美国的军舰生产力度强得害人 可以说美国造船效率完全不如从前 美国现在仅存的可以制造军舰的厂家 仅仅只剩下了5个 其中可以制造航母的造船厂 也就只剩下了一家 这家造船厂就是纽伯特纽斯造船厂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纽伯特纽斯造船厂也会面临衰落的魔掌 所以现在的美国造船厂跟二战时期比起来 效率远远低了不止一倍 美国拥有着50万的现役和预备役海军 那这如此庞大的队伍 要怎么管理呢 美国海军分为九大部门 分别是大西洋舰队 太平洋舰队 中央指挥部 欧洲舰队 网络战争部队 海军预备队 严考部和补给司令部 其还分支成六个大作战舰队 番号从第二舰队到第十舰队 中间去除第八部队和第九部队 他们都是由三星中将指挥 除了第四舰队由二星少将指挥 由此来管这些军人 那美国在全球范围都部署了哪些作战部队呢 首先第二舰队被部署在了大西洋加勒比海域 第三舰队部署在了东太平洋海域 第五舰队被部署在印度洋波斯湾和洪海地区 第六舰队被分配到了地中海 第七舰队被部署到了太平洋海域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海军部署极为广泛 不愧为世界上最强的海军部队 把美国海军看成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极先锋 也不足为过 讲到这里 今天的话题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我们来做一下今天的总结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一个超级大国 有许多值得各个国家学习的地方 它虽然有着世界第一的海上军队 但也并不是无可匹敌 只是万不得一时 不会去违反国际条约 即便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态不佳 但永远记住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一头巨熊的瀕死挣扎 我想也没人可以轻易接住 美国军舰生锈这件事 也被美媒称为美军最大的威胁 也并非是在夸大其词 由此告诫在座的各位 珍惜眼前的一切 你所不去重视的一些小细节 随时都会让你明白它的重要性 就算是把它弥补上了 也会留下一个填不满的坑